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卡城云读书会 今天是由Jen和大家聊沃尔夫的道灯塔去 那我们知道还有她今天有国内的朋友 北京的朋友来参加,谢谢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话筒 发源全交给Jen,我把我自己敬应了 请她开始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个沃尔夫 今天呢我讲沃尔夫 我的这个切入点题目呢 是叫从容格的安妮玛和安妮姆斯 来看沃尔夫及其作品 主要呢咱们就要分析一部作品 叫道灯塔去 按照老黄历呢咱们就先来一些生平介绍 沃尔夫的生平介绍 然后呢我再讲一下 稍微讲一下这个道灯塔去这部作品 分析几个人物 之后呢我再想谈一下沃尔夫的有关意识流的问题 然后当然说的意识流铁定要要先找出老祖宗 然后有一些解释同时呢在跟同时代的意识流作家呢稍微先比较一下 再一个呢第四点我就想着重分析一下安妮玛和安妮姆斯 与这个沃尔夫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两点特别的 切合沃尔夫的他这个本人和他的风格 他的写作风格和他自身吧 最后呢就像上次在群里 郝伟问到说讲一讲他的自杀 所以呢最后呢我就想聊一聊他自杀的原因 是就是归纳一下吧 就做一个总结而已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沃尔夫的生平 Virginia Wolfe她是1882年1月25号 生到1941年的3月28号去世 她总共活了59岁 她是英国非常著名的女作家 而且呢她算是文学评论家理论家 也算是意识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 这个可以算是先锋人物吧 因为在任何一个沃尔夫的生平简介里 基本上title都是这些 而且很多很多的文章和书籍 都是以她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大的招牌 来推出的 但是我个人呢就是想避开这个 也不叫避开 就是说我今天讲的重点 并不是把它放在女性主义 因为我认为比女性主义更重要的 她还有其他的两方面 她的那个双性论 更切合她个人的实际和这部作品吧 那沃尔夫她的家庭呢 她算是生长一个知识分子的精英家庭 她父亲Leslie Stephan是个爵士 而且呢她算是维多利亚时代剑桥非常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她的圈子全都是高知的圈子 而且都不是普通的高知 绝对是都是精英类的剑桥 周围都是剑桥的这些文学艺术 还有这个哲学都是 哎呀太高大上的人物了 而且呢她父亲呢也是这个伦敦雅典娜俱乐部的成员 她的父亲是一个很严肃认真的一个人 她绝对是一个科学式的人物 就是她信奉的是经验主义与道德主义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她跟沃尔夫还有一个非常对立的一面 比方说像沃尔夫我认为她 她更倾向于唯美主义 她跟这个沃尔特佩特 她的那个论调是非常符合的 因为佩特是属于这个唯美的 算是一个鼻祖吧 她为了艺术 她最著名的就是为了艺术而艺术 而且呢她算是英国十九世纪 唯美主义思潮的先锋 但是沃尔夫呢 实际上是把佩特的这个 为艺术而艺术把它光大了 而且我觉得沃尔夫 她这个唯美的这一个面 她比任何一个作家都做得纯粹 她的这个唯美呢 不单纯是思想上的唯美 我觉得她是从骨子里 把从心内心从内到外 一切都以唯美为中心 她的作品也是文字上非常非常的优美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读了这个 到灯塔去 你一定一定会enjoy这个第一部分 因为她尽管其实整个 这个这部作品不长 但是她优美的句子实在是太漂亮太美 而且呢没有任何雕琢的印记 就是像行云流水一般的 就是读起来给我的感觉 我就不由自主的就把她的这个 到灯塔去的这个作品和王维的有一首诗 叫做胡尚一回首 山青卷白云 那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match 她爸爸呢 就是沃尔夫她爸爸呢 他属于说性格比较焦虑型的 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 是比较急躁性的一个人 那个维多利亚时期呢 本身呢就非常以父权为主 而且呢就是男人 他是很有支配性的 有点像咱们中国的那种 男主外女主内 作为这个丈夫一定要在外面独当一面 而且他有在家里 他有一切这个决定权 他说一不二 他算是就是家里的暴君 所以他自己的这个性格 有很多敏感造诣的一方面 就是作为他父亲 我觉得沃尔夫也继承了他的 他的这个敏感焦虑的这个体质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他 他的成长和他最后的自杀 也有点遗传因素存在吧 他父亲呢就是比较重男轻女 当然我觉得这不单纯是他父亲一个人 他个人的意思 这个是维多利亚时代 在那个时候他倡导的就是男生都要出去 要把男孩子培养成一个精英 要到剑桥要去三一一学院 可是女孩子其实没有什么读书的必要 还是就是在家里当先妻良母 所以他爸在家也是这样对他的 他爸不允许他去接受正统的公立教育 不能上这个公立学校 可是呢他爸会在家里教他读书 教他数学 可是他呢乌尔夫呢他属于那种 逻辑思维比较差的 跟我似的数学特别差 他学数学就要掰着脚趾头学的那一种 所以他就是属于 骨子里就有一种天科的那个 那个精英在 就是对文字对语言对书籍 是超级的敏感 然后一点几通 可是他在理性的方面呢 他就非常难达到那个高度 所以他跟他父亲有一个骨子上骨子里面的一个一个决然的差异 一个是纯经验性的 道德主义的 一个是唯美主义的 这两个是水火不兼容的 而且他爸属于是非常憎恨这个佩特的唯美主义的 这也是他们父女俩一个价值观上的一个冲突吧 一个根上的冲突 他的母亲朱利亚呢 是一个贤妻良母 他在这个道灯塔去作品里 实际上就是把他父母的这个婚姻写的细致入微 就是在这个作品里 男主和女主都是perfect 尽管性格上不能说是perfect 但是就是作为一个couple 作为一个family 他在这个作品里绝对是一个perfect的family 他在这个写完这个作品的时候 其实也评价了他自己的家庭 因为他觉得他爸他妈算是株连璧和 尽管他父母都是二婚 而且他们家孩子真的挺多的 八个孩子 就是作为一个母亲 他没有那个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covereverything 可是他把所有的重点还都是倾向于家庭孩子 支持老公 而且呢他不允许自己站在老公之前 一定要永远都站在丈夫的身后 作为一个支持 把他服侍的很好 当他的丈夫需要他的时候 他就会像这个圣母一样的 他又做母亲 又做情人 又做爱人 又做孩子 总之他的角色就是 他的这个一切的角色都围着他的丈夫为中心的 他们之间的婚姻确实是非常的match 而且作为当时这个社会他们家的家庭组合 尽管已经不是就是original的家庭组合 他是二婚组合 可是他们的这个组合呢 还算是比较完美的 因为作为乌尔夫 他自己来说 他爸他妈都是他的亲妈 对吧 都没有那个 但是他还是在这样的家庭里 其实受到了很深很深的伤害 因为呢 一个是他九岁的时候 他的有一个残疾的姐姐 叫做那个stephan stephanie可能是 就进了疗养院 他身体不好 等到他13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因为过度劳累 就去世了 而且走的还蛮突然的 他13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属于是刚刚 一个少女出长城 可是他被他的同母义父的哥哥 有这个性侵了 所以这个性侵的行为 对他来讲 是个critical的 就是实际上造成了 他今后自杀 或者精神崩溃的一个 一个导火索吧 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他对他的父母 非常非常的热爱 而且他认为他的家庭 是和睦完美的 尽管其实他爸在家里 也是一个强权的人 他比较畏惧他 可是他爸是一个 非常有逻辑性 有理性 一个一个tough的爸爸 所以他对他爸充满了 景仰之情 因为他爸的那些高度 完全不是他能打得到的 所以他是仰视他爸 可是他妈呢 又是一个慈母 像圣母一样的一个人 所以这么一个结合 他对这个父亲和母亲的爱 就非常的深 非常的沉重 这个他母亲死的时候 他13岁 可是他父亲死的时候 他才23岁 那个时候他已经就绷不住了 他就第一次的 他好像我记得 他第一次的精神崩溃 他的那个精神病爆发 就是因为这个 而且呢他在15岁的时候呢 他姐他有一个姐姐 好像也去世了 所以这些东西呢 这些因素呢 对他成长过程 都有很大的影响 他父亲去世以后呢 他们好像就搬到 另外一个 一条街 就住在那个布伦瑞克广场 当时他租的那个房子呢 他把顶楼租给了 这个伯纳德·伍尔夫 就是他的丈夫 因为这个人当时 也是一个穷小子 还是个犹太人 什么都没有 可是在 就在这个房子里 居住的过程中呢 其实他和他的姐姐 和他的弟弟 当时组成了一个 布鲁姆斯伯利集团 这个club呢 是非常有趣 而且呢 在当地 说实话到目前为止 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一个club 这个club呢 他们呢 全是精英 咱们听听这个club的这些 常来常往的人 都是些谁 有 有沃尔夫他的丈夫 当时 有一个艺术评论家 艺术批评家 叫克莱夫·贝尔 还有一个传记作家 叫利顿·斯特·雷奇 文学评论家 文学批评家 麦堪西 然后经济学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大家一定会知道凯恩斯 因为凯恩斯在这个经济学里面 太著名了 还有画家邓肯 哲学家卢素 罗素肯定大家也都会记得呀 还有诗人 T.S. 艾略特 艾略特呢 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乔伊斯也参加过 亨利·詹姆斯 还有赫须利 这些全是剑桥的精英 他们这个club呢 就是倡导自由 真诚 情感高雅的艺术 恒久的友谊 特别特别重视友谊和智慧 蔑视那些并嘲讽 这个有野心的人 有权利 而且呢 蔑视权利和世俗 一切骄纵和荒谬的东西 主张呢 摆脱功力 打破成规 以超人的态度和纯粹的艺术形式 去寻求一种 不可名状的审美感情 和内在真实的精神意义 所以这个club就 他的那个出发点很高 刚开始肯定就是朋友圈嘛 像我们这种读书会 但是时间长了 因为大家来来往往的精英 会范围越来越广泛 所以他们会把格调 格调弄得越来越高 而且呢 就是因为大家全是知识分子 全都是精英级的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他们的谈吐和他们的 嵌入面绝对不是普通民众能掺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club就把 吴尔夫带得特别高 尽管他没有经受过这个 剑桥的正统学习 可是实际上从知识层面上 他未必欠缺那么多 因为本身他自己是一个阅读狂 他读书的速度实在是非常惊人 而且他看的东西广泛 而且非常有鉴定 就是他读的作品 他不仅读 他是把它嚼碎了 而且呢 他把他体会的东西 他写的那些读书笔记 也是非常非常有内容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从这一方面讲 他有很多的天资 他在写作上 绝对他是有一个敏感 而且就是多情敏感 善于洞察 他是善于发现问题 而且他的那个洞察力之深 连这个布罗姆都 哈罗德布罗姆都对他是叹为观止 就觉得他太精准了 所以这个方面是 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天赋 他跟他姐姐Vanessa呢 其实感情是非常好 而且跟他弟弟感情也很好 所以他们一直都在这个club的圈子里 玩的还挺开心的 可是后来呢 因为他跟在这个圈子里混开了 他自己也有一些 怎么说呢 对自己也挺傲娇的吧 他自己也挺傲娇的 他就开始写他的第一部作品 他第一部作品呢 是1913年 出版了那个小说叫做远航 他出版了以后呢 当时评论界呢 还觉得这个作家还蛮新锐 而且就是跟传统的英国文学的切入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对他还非常非常的较好 他那时候自己肯定心里也挺嘚瑟的 所以他他那个时候慢慢的就跟他的姐姐Vanessa呢 有一些怎么说呢 分歧 就是姐俩呢都在一个精英圈子里混 然后谁都想争点 把点范儿争点鲜 所以他对他姐慢慢的就有他们彼此呢 心里有一点芥蒂 那个时候他姐姐呢好像已经结婚了 所以他经常的呢 跟他姐夫也打情罢俏的 就造成了他姐姐的婚姻有点慢慢转向 也就是夫妻之间不太和谐 而到后来其实也是主要是因为这个 他跟他姐姐就有了比较大的决裂 后来他姐呢也很快就死了 所以这事呢就是 如果你看 就是看他人生中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你在想他自己的结局 他最后自杀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跟他的性格和他的追求 还是有关系 就是看到了 把这个信息就是解释给大家听 他1913年发表了这个远航以后呢 这个他的创作热情呢就越来越高涨 然后他1912年他跟这个乌尔夫结婚了 那个时候乌尔夫还是挺穷的 可是这个人呢他算是 他也不是算是非常low level的人 他也是挺有学识 而且非常有思想 最主要他对他对这个Virginia非常非常的好 对他关怀备至嘛 所以他们1912年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呢 1915年 他是发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精神病 他这个精神发 精神病发作呢 持续了9个月 可是那个时候 因为他也新婚不久嘛 所以他丈夫对他的关怀照顾 还是很好的慢慢他就恢复了 之后呢他是在1922年的时候 他认识了Vita 这个Vita是Orlando的原型 是他一个girlfriend 是他闺蜜吧 非常非常亲密的这个闺蜜 其实在这个之前 在他认识Vita之前啊 1904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第一次发精神病 那个时候有一个人 专门就是照顾他 在他得病的时候照顾他 那个人叫什么 那个人叫奥维莱特迪金森 这个人呢 superlice 而且呢对他是关怀备至 他把这个人呢叫做袋鼠妈妈 而且呢他认为这个人 非常的友好聪慧 而且呢活得安事惬意 他当时以这个人的原型 写了这个达洛维夫人 所以在达洛维夫人的这个 这个作品里 他多多少少有一些 那个同性意识 可是到了到他认识了Vita以后呢 他整个人就出于 我觉得是他的创作巅峰吧 因为在他认识了Vita以后 你看他1922年创作了雅各的房间 25年他写了达洛维夫人 27年写了到灯塔去 28年写了奥兰德 然后31年写了海浪 这个五部 就是对他来说算是长篇作品吧 这个长篇作品都是非常精彩 是怎么说 是在英国文学史上 都是熠熠闪光的作品 没有一部差 都很好 都值得读 当然每个人就是阅读的 taste的不一样 所以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了到灯塔去 而没有选择奥兰德 就是像前一阵我们在群里说 我认为这俩的区别就是到灯塔去 他就是一张初恋脸 因为他特别的简单纯粹 线条流畅 他的意识流也非常的简单 都是最早期意识流的那些 那些方法和处理方式吧 但是他词句啊 他的设计啊 意识啊非常非常的优美 可读性很强 而且他在这一位作品呢 说白了他就是写他自己 写他自己的家庭 大家读了以后呢 就立马就能 认识他这个人 因为这个故事呢 奥兰德的故事就顺便提一句 他写的是他的girlfriend 但是他写的这个前后 他有很多的那个魔幻意识 因为他写这个人呢 以前他是一个男性 他是维多利亚时的一个男性 而且呢被女王喜爱 所以他很得宠的 年轻的时候很得宠的 然后他一路的奢华 过的是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 后来呢他又这个认识了 就是又又到了 好像是在印度吧 去了印度 总之他的生活就是 处于大时代的变 就是颠簸变态 变这么变化之中吧 因为他从一个维多利亚 一个奢华的一个高层贵族 然后慢慢经历了一个社会变动 一个大动荡 然后呢他融入在这个社会中 他的阶层也变了 然后400年以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女性 他又回到了这个贵族的 这个社交圈里头 但是他整个的这个 这个个性历练 已经从一个男人 转成了一个女人 所以阿兰多呢 他是一个非常丰富 而且情节啊 也也蛮有趣 电影也非常值得看 要说看电影呢 就是到灯塔去 确实是没什么可看 因为他的情节性非常差 可是阿兰多呢 那个那个人演的 也是非常好 我建议大家也在网上看看吧 最后一个呢 就是他三一年写的海浪 这部书 其实比到灯塔去 还没有情节 但是呢 他算是他写作 唯美主义的最高潮 我认为他是一个 可以达到他的唯美主义 最高潮了 因为他完全都是 护情诗一般的语言 然后他其实想表达的 他就是把他生命中 所看到的感受的 从内往外 把他变成了文字 而且呢 他捕捉了很多很多 他意识的那个moment 所以他在 他自己的这个特色呢 他写作的特色 他很注重顿悟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他的那个动物的 那个他对动物的理解 跟乔伊斯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因为乔伊斯早期作品 像以前我们讲 那个都玻璃人的时候 他有很多动物 他们俩还是在这方面比较像 当然在意识流上 他们俩是非常非常的不像 后面呢 我讲意识流的时候再提一下 沃尔夫呢 他的作品呢 是非常丰富的 因为他不仅是写小说 长篇短篇 其实他写的这个读书随笔 就是因为他阅读量非常的大 而且他读得很深刻嘛 所以他的读书笔记很好看 他喜欢的作家也蛮多的 像那个奥斯汀啊 哈代康拉德呀 这些埃略特啊 劳伦斯 总之就是在他的那本集子里 读书笔记的那本集子里 你都能看到他对每个作家有 有非常深的感悟和分析 我觉得这个 大家在看如果要想 延展阅读的话哈 就是他的小说也不必读的多 我觉得有这个灯 到灯塔去 很容易看 四百多页 那很一会就看完了 奥兰德是值得读一下 另外呢 我觉得还是他的读书笔记 是值得看一看 就是了解 因为你当你了解一个作家的时候 他整个从年轻到他老 就是整个过程 他写作他也会变 跟着他的人生阅历 跟他根据他的这个阅读的 作家 其实他会受很多很多人的影响 比方说像吴尔夫 他就受到哈代的 自然主义宿命论的影响 同时呢 这个康拉德 康拉德他写过一本黑暗的心 这个黑暗的心呢 当然故事情节 其实要比 要比吴尔夫的要有趣 因为康拉德 他个人经历也非常丰富 他的那个就很艳情 他写了一个作品很艳情 而且色彩丰富 特别炫的那种 而且充满了冒险精神 而且有一种幻灭感 这个康拉德对吴尔夫的影响 也非常非常的深 同时呢 这个乔伊斯呢 他又是一种精神主义 他对吴尔夫也有很强的影响 所以就是我觉得评价 吴尔夫作为一个作家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造诣的女性作家 从他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个人认为没有一个女作家超越他 包括像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门罗 我觉得门罗还真的达不到乌尔夫的境界 因为我觉得乌尔夫的他的这个观点 和他的门罗我们以后可以看看 门罗呢 门罗也有门罗的特色 但是实际上就是从现代作家来 当代作家来说 其实我认为门罗还比不上这个 玛格丽特 就是咱们三方大的作家 他算是非常非常有造诣的 他写的书写了好多年 而且他的作品呢 风格是有变异的 我觉得 各有千秋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 吴尔夫的造诣要比门罗和 玛格丽特要高 个人看法 另外呢 就是说到乌尔夫呢 肯定就是要谈到女性主义 我觉得如果大家看微信读书 谈到乌尔夫的女性主义的书 就有很多很多 大家强调的说 哎呀这个人是女性主义的先锋 他怎么怎么追求女权 如何如何什么的 我今天真的不想讲 因为是首先我对这个女权 女权主义是没有好感的 就像上次介子说 他不喜欢主义 其实我个人也不是特别喜欢主义 但是呢 吴尔夫从他的这个生活中 他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正规 学院教育的一个女性 他完全是自学成才 他在他成名的过程中 他享受作为一个女人的傲娇 当然他也特别lucky 因为他有一好丈夫 他的老公对他实在是宠爱至极吧 我觉得像他那个年代 是家中天使的年代 而且女性是作为一定要站在男人身后的人 没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比较有尬词 说跟他老公直面说 我不生孩子 我不做饭 我不想跟你有性生活 我就是想写书 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骄傲 那个powerful 是来自于他的性格 是他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主观意愿 可是他老公之所以能一直帮助他 爱惜他 其实也是因为他老公真正认可 对他这个才艺 对他的这个天赋 是有很多的仰慕 所以他老公一直算是对他非常非常支持的 他老公呢 对他也有一些评价 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 这个说到这个女性主义呢 就是他和西蒙娜 波夫拉 他们俩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的女性的观点 就是我觉得波夫拉写这个第二性的时候呢 他更多的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 来解释 把女人等于说是给掰开了揉碎了 把他跟男人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measure 可是作为这个乌尔夫呢 其实他更多的从女性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他是更多的站在女性的角度 为女性要求利益 比方说因为他作为高知家庭 他希望作为女性都有一个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跟男孩子同样的去到公益学校去学习 因为像他爸那么有文化的一个人 都不允许他做这种事 所以可见在这个社会层面上来讲 女人的地位非常非常低 他当时只不过是想把这个 女性的利益推的高一点 我认为这个是他当时他的出发点吧 当然了等他一旦写了这个 一个人的房间 写到我作为女人一定要有钱 一定要有个房间 然后能养活自己才能写小说 这个时候你作为女性 你才是一个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 来站在一个男权的圈子里面 你还是能够受公平待遇的 当然这个我觉得在维多利亚时代 实际上只是一个理想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基础还有欠缺 还没有达到 当然了他也算是一个先锋的人物吧 所以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贡献 如果没有沃尔夫这样的呐喊 没有他这样的人来 把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来推到社会大众之前 他可能之后的这个女性 想征求平等 跟男性共同分享社会资源 这种可能性可能就至少会晚些年吧 这个是他做的贡献 我看这个西方正典的时候呢 看到了这个哈罗德布罗姆 对乌尔夫的一段评价 我认为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给大家就读一下他当时的这个 这个布罗姆教授对他的评价 西方正典我在群里呢 也向大家推荐过 这本书是非常经典值得读的 因为哈罗德布罗姆是我们这个时代 可以说是top one的文学评论家 我觉得比他还有才学 还有这个深度的人 在文学的这个角度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所以他的书 这个西方正典特别的值得读 他这样说乌尔夫 他说乌尔夫的女性主义政治学 建立在佩特式的唯美主义之上 乌尔夫与佩特和尼采一样 最适宜被评述为天启式的审美家 对他们而言 人类的存在与世界最终只有作为审美现象 才是合理的 和许多作家如埃莫生尼采或佩特一样 乌尔夫也拒绝将他的自我意识 归因于历史的制约 即使这个历史意味着男性 对女性无休止的奴役剥削 他虽非宗教信徒 但也遵循着他的唯美理想 直至其外部极限 直至消极的实用虚无主义和自杀 他格外关注旅途中的传奇 而不在意他的终点 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 他格外关注旅途中的传奇 而不在意他的终点 他的女性主义之所以持久有力 是因为他并非一种思想 或几种思想的混合 而是对现实一系列 强有力的领悟和感知 他敏锐的洞察力 所感知和经历的一切 都被他组织的有条不紊 他的雄辩的文词 与精荡的比喻 让人折服 这个评价 说实话 布罗姆对他的文学评价 非常之高 唯美主义我也非常认可 我认为他的唯美主义 胜于他的女性主义 绝对是他最top one的特色 而且我觉得布罗姆 对他的首肯是 他对语言的组织能力 而且他非常善辩 他的写作能力文笔很强 而且他的比喻特别的精顺 而且就准确 这个时候 你看他的作品 尤其是到灯塔去 第一部分窗 我觉得他对语言的掌控能力 那完全是没有办法PK的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作家 她行云流水般 没有任何雕琢的痕迹 所以她写的实在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她的思想里面 有很强的矛盾 这个呢 是要后面再说的 再具体一些吧 因为我觉得这跟他的 这个双性的观点 还是有很多的纠结 所以造成他 他内心的矛盾 反映在他的写作之中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用一个词面 或者是一个词意来给他定义 因为这个矛盾的这个点 和他的深度 才能把这个人的 他的性格和他的价值观 到最后完全的暴露给读者 这个咱们后面再聊 另外呢 这个乌尔夫 我找到了一个 一段话 是他的侄子 是一个传记作家 叫做昆丁贝尔 他对乌尔夫也有一段评价 特别有意思 他说乌尔夫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也不是女性主义者 而是一位伊毕纠鲁是唯物主义者 伊毕纠鲁大家肯定也熟的了 对吧 伊毕纠鲁呢 他最怎么说呢 最典范的 我们能想起来的 就是说 他是用快乐来解释高善 认为感觉才是真实的 所以很多人把伊毕纠鲁 把他的哲学思想是 理解为享乐主义 实际上这个是错误 他不是 他不是是为了享乐而享乐 而是他认为 就是感觉才是真实的 你只有通过感觉 你才能领悟更多的这个真意 这个当时 这个是伊毕纠鲁哲学的这个观点 每一位新鲜的领悟与感知 都会引起现实在他面前摇曳不定 而思想只是出现在 在他那受恩时刻边缘的暗影 这句话我觉得对他的那个捕捉 也非常非常的准确 因为他说 他在每一次感悟和这个领悟 一个这个moment的时候呢 他的思想总会出现飘移 摇摆不定 他会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显现出来 但是他那个出现的时刻 是他受恩 他感谢生活 然后他感悟生活 这个时候 他就能把他写出来 用他的文字表现出来 就是捕捉了他很多的存在的瞬间 因为一说存在 我觉得以前咱们也说过萨特嘛 有这个自为存在和自在存在 实际上呢 他的这个特色 沃尔夫有一个很强的特色 他就是把他的存在瞬间 用意识流的方法写出来 同时呢 他又告诉你 告诉读者 他当时的顿悟是什么 所以他这个写作的特色 就这一点上啊 跟乔伊斯很像 我说的是乔伊斯的早期 而不是他写了那个尤利西斯以后 他早期像 一个画家的肖像啊 和都柏林人 他们分个非常非常相像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 然后分析一下到灯塔去这个作品 到灯塔去这个作品呢 他总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叫窗 第二部分叫岁月流逝 第三部分叫灯塔 这部书之所以你们听起来 你们听书的听不下去 是因为他确实是没有任何什么可听点 因为他没有什么情景 这个就是要一个 想写个小散文 因为呢 他讲的不是事 他描述的只是生活中的那个 那个那些时间 那些在某个课定时间中的人物 和他们的想法 和他们的感触 所以听起来呢 就是感觉上有点散 但是呢 从写作安排来讲 因为他这本书真的很短 这三部分窗 他主要是以这个拉姆齐夫人 以他为主 他把这个拉姆齐夫人作为一个心灵之窗 然后把这个拉姆齐夫人从内到外写了个透 但是他写了个透 并不是说拉姆齐夫人说怎样怎样怎样 而是通过很多周围 通过拉姆齐他周围的人 比方说像这个莉莉亚 像他们这些都从第三视角 从客体的一个角度 来挖掘这个拉姆齐夫人的内心 所以这个是他比较有趣 而且呢 读起来特别顺意的地方 之所以一定要读 因为窗这一部分写的实在是特别特别的美 尤其是第十一部分和第十七部分 这两个部分真的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我建议一定要读一下 因为这两个部分就是 咱们都不说他的语言吧 我觉得从他的配置上 就是他的怎么说 就是他把那个moment 他当时的那个设想的moment 写的是行云流水般的细致 同时呢 他又像一个网一样 又把他的那个思维又扩散开来 又有很多感触而领悟什么的 他都像把这个同时把他捉住了 就感觉呢 比起那个普鲁斯特写《追忆四水年华》的时候 更有趣 读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让你会更加的心情荡漾 因为首先他不是像普鲁斯特那种 比较颓啊 他比较病态的那种 而且他当时的那个意识流血的 他就是他所谓的这个精彩之处 他就是把这个意识像打字一样 噼啦啪啦的同期把他打在了一个文字 把他打在一个纸面上 那么那个你的意识流的那么快 而且翻转的那么那么迅速 那么无边 你把他同时间当作文字 把他写下来 那铁定就是你没有去说白了 缺乏一个过滤性 所以从组织上面来讲 那你就不够紧凑 不够凝聚 所以相比之下呢 那吴尔夫在这方面的写作呢 就更加他是有目的的 就是他这个设计啊 从窗到岁月流逝到灯塔 他这个设计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他想写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度假屋叫那个Talent House 每年他们家都要到这个岛上去度假 同时呢会请他父亲的好朋友 一起大家都到那去消暑 这个度假屋呢 对他对吴尔夫来讲 是他们家一个完美生活的 一个完美家庭的一个画 这个画呢 就一眼睛印在他的心上了 因为他对他父母的那个崇拜 对他们夫妻的这个婚姻的 这个评价也好 向往也好 他的已经把他落实的非常非常具体 因为他在这个每一年的度假中 他体会着这个父亲的严厉 暴君 同时作为一个母亲 这他的母亲又是一个圣母 所以他们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互补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又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比方说孩子们在一起互相玩耍打闹 而且是一种松散型的 他妈对他们完全是放养型的 没有那么多规矩 可是作为就是尽管是他妈是互毒的 是老老母鸡 老cover他们 可是孩子们 在这个家庭里 还是对父亲有一种畏惧 因为他爸是最powerful的 说一不二的 所以他们那个家庭的那个balance 非常非常的好 而在这个生活呢 又是在这个岛上的生活呢 又是非常简单的 他像他弟弟James 他不是就是那个剪剪画 踢机球 然后呢 他的客人 他的好朋友 就是他们家的好朋友 像Lily什么的 到那去 只不过是想休息 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做 他就画画画 所以窗这一部分 主要是就是描述的 他们当时度假的 当时度假的这个情形吧 然后他们度假的时候 大家怎么在一起聊天呢 作为家庭的话 他妈是怎么放养 他们怎么疼爱他的孩子 尤其是特别着重描写了 他最小的孩子James 有点那个 俄地普斯情节的 老认为说 我最恨我爸了 他因为他那么严厉 那么tough 但是我妈是那种 那么慈母 就是我要什么 他都能想到 然后他cover我一切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情节性不够强 主要写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认为 就是那个晚餐 还算是 算是比较细致的吧 因为在这个晚餐 晚餐过程中 讲到了所有的人 包括他的客人啊 还有他自己的孩子 他们之间的互动啊 联想啊 这个算是描写比较 比较丰富的 这么一个完美的家庭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这个整个社会动荡了 等到第二部分的时候 缩月流失的时候 多少年以后 他们再回到这个岛上 那个时候他妈已经因为过度操劳 已经去世了 她的姐姐 她的姐姐也因为难产 也去世了 而她的哥哥是叫安德鲁吧 她也因为战争被炮弹一下炸死 所以自己的亲人 已经有三个已经离开了 可是环境没有变 仍然是那个度假屋 仍然是那个破落的 那个旧的房子 然后到处都涨霉 大家回到过去同样的这个地方 看到的 想到的 都是过去的甜美的时光 一个family union renewing的那个 这个本来这个chance是很好的 可是人非昔比 人已经不在了 那么留下呢 都是一些怅然 所以在第二部分里头呢 主要是其实讲了很多的空间感 没有什么故事情节 到最后 就是真正完成了第一部分 窗的一个 跟她有一个首尾 首尾结合吧 因为在窗这个部分里 一开头 就是要讲她那个 她的她们家最小的孩子 James想去灯塔去 结果呢天气不好 所以就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到最后呢 她爸带着他们终于 爬上了灯塔 就是实现了当年 最初的那个愿望 当然了这个灯塔呢 它还是有很多 很多的寓意 所以现在呢 我们呢就 我想把这个三个部分呢 先分开了吧 还是先讲一下 第一部分窗 这个第一部分窗 主要人物 当然就是她父母了 因为这是他们家 说白了这本书 就是写她自己的家庭嘛 她爸爸呢 跟她自己 自己这个 这个亲生父亲呢 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 太大的区别吧 她就是以她为原型写的 所以这个拉姆齐先生呢 就是Leslie Stephan 所以她写的这个 这个拉姆齐先生呢 她是一个非常 有理性的逻辑 而且呢 非常具有英雄主义的 那么一个人 可是她的外貌是什么呢 她像刀子一样的销售 而且喜欢讽刺挖骨 嘲弄别人 嘲弄完别人以后呢 她又暗自得意 她就是一个家庭的暴君 在这个维多利亚的时候 她是一个typical father 掌控所有的一切 然后她又是一个 非常严肃认真 离群所居的人 她对哲学的研究 她靠研究者的哲学 来养活八个孩子 尽管她呢 收入不够高 她家庭也不够富裕 可是呢 她对一切都非常的严格认真 而且呢 对她的孩子也非常的严厉 她25岁呢 就已经成名了 她写的书 名字叫什么呢 叫主体课题与真实之本质 这个太有趣了 因为从这个书名 她是说 她25岁就成名 写了这样的书 那么她就是 很容易让人理解 她在那个时代 她就是一个 一个形而上学的一个 一个哲学家 所以在这个第一段里 第一部分里有一段话 就描写她父亲的这个逻辑性 这个高深的学识 非常有趣 她说 那是一个卓越的脑袋 如果思想 就像钢琴的琴键 可以分为若干个音键 或者像26个按字序排列的英文字母 那么她卓越的脑袋 可以稳定而精确的 把这些字母飞快的 一个一个辨认出来 而不费摧毁之力 就是说她父亲呢 具有非常非常优秀的品质 这是她在作品里写的 就是说她特别认可她父亲 首先是认可她父亲的理性 她非常的有脑子 有智慧 而且呢 她信奉的是什么 她认为一个人重要的品质 就是要有勇气 要真实 要有毅力 而且呢 她要在一个 在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第一部分里头有一段话 就写说 她具有优秀的素质 这是她在越过千里冰封 万籁聚集的北极地区的 一个孤独探险远征队中 都可以成为领队人向导和顾问 这个是她的qualification 就对她她对她父亲有很高很高的评价 所以她对她说 这种人物的性格 既不盲目乐观 又不悲观失望 能够沉着镇定的观察未来 正是现实 所以这个拉姆齐先生 他是 他的这个 之所以受大家爱戴 被他周围围了一圈 这个知识分子 人家也喜欢他 他有朋友 为什么呢 还是因为他比较有底子 大家都尊敬他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哲人 而且他性格中有非常坚毅的一面 非常tough 而且是他这个人做人是有准则的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 吴尔夫对他父亲的这个 这个 这方面的评价 是他之后 在两性 这个两性观念中 他老是在 挣扎的 有这个矛盾点之一 因为他爸的这些优点 他真的是很难很难的达到 而且呢 他又非常非常的认可 这个拉姆斯先生呢 尽管有这么强的优点 这么高的起点 但是他也有他很弱的一方面 因为作为一个哲学家 他肯定是很棒 很被人推崇 被人仰望 可是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父亲 他尽管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可是他跟孩子们交流的方式 他并不是一个 一个慈父 他心里是个慈父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 他就是一个暴君 像他的小儿子詹姆斯 他在第一部分里就说 哎呦我真想杀了他 很多人分析说 詹姆斯 他这个俄迪普斯情节 当然我觉得 用俄迪普斯情节 说詹姆斯这一点 有点是 有点过 因为 我认为没有到那么强 因为他只不过是一种比喻而已 因为他的小儿子总会觉得 我想要什么 我说什么 我爸总是不支持 总是有那个 嘲笑我 然后推翻我的意见 包括说 我想去灯塔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件事 他会特别扫兴的说 明天天气肯定不可能的 就对他永远都是打击 所以作为孩子的话 他对这个父亲是不满意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么一个哲人 这么一个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总是有一种落落寡欢 然后不合群 同时呢 他就是心里还有一些自卑感 他老认为他自己是失败者 他需要同情 那么他找谁要这个同情呢 他就要找他老婆 所以他总是在这个拉姆齐夫人身上呢 要强制性的让他说你要关注我 你要把我伺候的好 同时你不仅仅要关注我的生活 你还要安抚我的心灵 因为他会动不动的 他就会有一种失落感 他就要需要到他老婆那去讨温暖 所以呢 这个拉姆齐夫人呢 他也 不是 拉姆齐先生呢 他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 当然了 他的智慧的那一面是很强的 他个人形象 其实我认为正面的东西还是多的 但是他的弱点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而且也很深刻 包括像他的朋友 像这个班克斯先生和这个坦斯利 围着他大多数他们也有自己的目的了 但是呢 到最后其实像这个班克斯先生 对夫人的评价要比对先生的评价要高的多的多 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哲学 一个智慧的人 他只代表了理智 那么他感性的那一方面 他是一个EQ很低的人 不太受欢迎 而且呢 就是被大家排斥 包括像莉莉这样一个外人 莉莉算是在这个 他周围的群里 因为 吴尔夫他把他自己 他把他自己和莉莉实际上是合体的 因为他用莉莉的眼光来写他父母 实际上这个莉莉的角色呢 又非常非常的符合 吴尔夫小的时候的状态 因为他他就是特别懦弱 不够自信 而且呢也身体也没有那么强健 也不够那么活跃 可是呢他又是一个非常有独立人格的人 他也很很有自己的主观意念 他也不会轻易的被别人给影响 同时呢他对任何事物 他都判断力也都非常准确 而且呢他会 怎么说呢 他是那种站在远处来看事情 想事情的 心里总是在波涛汹涌的 可是他自己表现的行为呢 却都是非常迟缓的 包括他想画一幅画 画这一幅 这个吴尔夫他们家的这个美好的画 从他第一部分窗开始 画到了多少年以后 到最后回到了灯塔 从新又回到那个度假屋的时候 他才到结尾才把那幅画画完 所以这个Lily这个角色呢 也是一个串插性的吧 拉姆齐先生呢 他的好和坏 在这个第一部分呢 都非常非常的明显 当然写作方法呢 还是像我刚才说的 主要是用周围人的眼睛来看他 包括他的这些 你看像他的好朋友啊 像这个卡迈克尔先生啊 这是什么人啊 也虽然是有文化的人 可是他又抽又抽鸦片 不信任人 而且还被老婆赶出来 是个loser 可是呢 他跟拉姆齐先生呢 又有很多 情投意合在哪啊 是是哲学理念上的 是思想上的 他们是有一些亲和力的啊 像那个班克斯先生和坦斯利 这个坦斯利有意思 这个坦斯利是个年轻人 不对不对 班克斯是个年轻人 坦斯利是个植物学家 他是一个那个 他没孩子没老婆 就是又爱干净 又很细腻 有点像那种三一学院的人 知识分子 就是挺注重细节的 但是他他对这个先生的评价啊 跟对夫人的评价 差距太远了 夫人在他眼里 那是圣人 是圣母 他有一些那个 在这里面这个 对他的描述 对夫人的描述 真是太美了 就比喻的也特别到位 所以他的 他还有一个那个学生吧 那个人也老围着他转 实际上他有一些 个人功利目的 因为他是来自一个贫穷家庭 13岁他就自己出来 挣钱养活自己了 可是他又想那个 在学术界靠拢拉姆奇先生 被他拖一下 要在学术上拖一下 跟他学习一些东西 但是他永远都处于一种 穷人的自卑 然后有一种自嘲 可是呢又是比较尖酸 说白了吧 在这个第一部分里的 他也是一个比较强烈的 大家认可的一个loser 所以也是被人看不上 所以我觉得拉姆奇先生 他也非常有趣 他的周围的人 都是这样的 有文化的loser 但是呢在第一部分里 拉姆奇夫人 那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 是一个天人 圣母玛利亚 因为他就像这个 一个温柔善良 无所不在 一个老母基世的人物 他这个拉姆奇夫人的好呢 来自于什么呢 他自己是一个 意大利的名门望族 所以他是出自一个 高贵的一个贵族家庭 谈吐啊 知识啊 家教啊 这些那都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他个人的性格 又非常的完美 他尽管是一个温柔善良 他永远都是把老公 放在前面 我要站在我丈夫的后面 作为我丈夫 就是他所说的一切 都是对的 我不那个挑衅他 尽管他自己内心 其实对他丈夫的 某些想法做法 他还是question的 可是表面上 他不会跟他有敌对感 可是这个拉姆奇夫人呢 他又非常的敏感 而且他的那个 又有风韵 血统又那么高贵 在这个第十一部分 第一大部分 窗中的第十一里面 有一段话 我觉得特别的美 就是完全的 把这个拉姆奇夫人 写透了 所以我想把这一段 稍微念一下 这个讲的是 就是第一部分 就是孩子们都睡了 这个时候呢 拉姆奇夫人呢 他操劳了一天 他终于能安静下来 能缩回到自己 自己的小圈子 能在一个静寂之夜 放开自己的心灵 然后畅想 来体会他自己的人生吧 这一段他写的 真的特别美 他说 只有作为人的自我 作为一个气形的内核 才能获得休息 抛弃了外表的个性 你就抛弃了那些烦恼 匆忙 骚动 当一切都集中到这种 和平安宁 永恒的境界之中 于是 某主战胜了生活的 凯旋的欢呼 就升腾到他的唇边 他的思路在那停住了 他的目光向窗外望去 遇见了灯塔的光柱 那长长的 稳定的光柱 那三次闪光中的最后一次 那就是他的闪光 他把自己的那个 这个看到的光柱 把这个光柱和他自己合一了 因为他自己 其实对他自己也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他作为一个母亲 一个 一个 妻子 一个朋友 他对任何人都是 非常非常好 因为 总是在此时此刻 在这种心情之下 他注视着这灯塔的闪光 就会情不自禁的 把自己和某种东西 特别是他所看到的东西 联系在一起 而这件东西 这稳定的 长长的光柱 就是他的光柱 他会把一些埋藏在心底的画 升腾到光柱上 孩子们不会忘记的 他一遍一遍的重复 而且再加上一句 他会结束的 会结束的 他说 那一天会来到的 他突然接着说 我们将在上帝的掌握之中 这一段吧 因为我只是 就是摘了一点点 一部分吧 这一段写的非常非常的美 因为主要把 夫人的这个 整个的image 描述的非常的具体 因为他不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单面形象 因为他不是一个贤妻良母 不仅仅是一个贤妻良母 他是贤妻 但是其实他关注的 他更想 他对他自己认可的 是我不是 我还是一个人 我还是我自己 我也有放飞的一面 我也是那个光 我是那个光柱 我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中心 我要把自己当成那个光 不仅要把我的孩子养好了 让他们都快乐 让他们要记住他们美好的 这个儿童时代 给他们创造一个 这个美好的儿童时代 同时要让他们记住 让他们认识到生活 有多么美 多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这个拉姆奇夫人 她就是夏娃 是圣母 是一切美好的化身 像这个Lily和这个班克斯 他们两个人 就是聊天的过程中 她有一段话 也写的特别有意思 她就说这个 因为这个班克斯先生呢 就是特别崇拜 拉姆奇夫人 对她来讲 她认为拉姆奇夫人是什么呢 是一块吸饱了人类 各种各样情感的海绵 是人间的汉物 是吸汉物 因为就说 她实在太好了 因为她不仅把自己的家庭 照顾得好 她还会随时随刻 想着所有的人 因为她比方说 在这第一章中 她想去镇上买东西的时候 她就会问所有的人 哎呀你要不要 我给你买个烟丝啊 你要不要我给你 帮你买邮票啊 同时她到别人家的时候 她也会关心别人的那个疾苦 她会她会站在别人的角度 看问题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 非常gentle soft heart 就是太完美了 是一个女神 所以这个班克斯先生呢 她心中对拉姆奇夫人 她随时随后 她看到的 她有一种看到圣母的那个陶醉感 然后Lily在这一段的描写呢 就特别有意思 把这种情感描写成什么呢 说这就是像是蒸馏和过滤 不含杂志的爱情 这一种不企图占有对方的爱情 就像数学家爱他们的符号 和诗人爱诗句一样 意味着他们传遍全世界 使之成为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 所以这一段描写 那夫人简直就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现实的人 她是一个神 当然了 我觉得在这个 这部书里 夫人她是一个神这件事 所有的人都认可 包括她自己的孩子 她自己的丈夫 还有周围的朋友 对她来讲 就是她的去世 到了第二部分 她去世的那么早 她因为操劳 过度的操劳 她那么早走 所以多的都是一些惋惜 所以这一部分 把夫人写得那么完美 那么outstanding 把她推到第二部分的时候 那么人走了 这个环境还在 没有任何变化 时空仍然也是 还是正常的时空 跟以前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是时过境界以后 在这个空间里 因为少了这位女神 所以这个空间就有点空落 有点寂寥 所以那个心里呢 就是从情绪 情绪来讲呢 是一个低落的 第一部分的人物呢 因为我也不想讲那么细了 因为还有可讲的呢 也就是 莉莉 作为一个画家 这个 莉莉呢 她 乌尔夫呢 把她就是投射到 这个莉莉的这个人物中呢 她主要呢 其实还是想 把她的父母 这个完美的爱情 写得特别的心 就是 但是呢 她这个心呢 是情感的心 不是现实的 并不是说 这个夫妻之间 不吵架 没有矛盾 其实也不是的 因为她把她父亲的那些 她 她比较弱的那一方面 她也写得非常的强烈 这个人怎么刻薄 怎么 嘲弄孩子 总之怎么 她也是一个暴君 写得也非常的深刻 而且她是从莉莉的学历 就是 把她说出来 是 在 作为一个第三方来 来说 把这个 父亲的弱 和母亲的完美 都 把她柔和的非常好 所以这个第一部分呢 就是 我认为就是 可读性 特别特别的强 但是呢 因为她没有 没有特别 细致的情节 只是 时期 时期 部分呢 因为写他们家的晚餐 在这个桌子上 大家怎么 吃饭 在这个过程中 她的孩子 什么东西 这个项链丢了呀 然后互相就是 聊天 说起她的孩子 然后她的 她请的客人啊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交集 就是描绘一个 日常生活 但是 其实作为一个 小说的主体来讲 她这个 枯视性 确实是 非常的 淡 但到了第二部分呢 这个 岁月流逝 有的人也翻着 叫 时过境迁 她主要呢 她主要呢 也就是写了 这个人生无常的 这种寂寥感 因为主色调是 是比较灰暗的 写的他们家的房子 怎么 特别破 然后怎么怎么空 房子空了 这个门也坏了 床上的垫子也卷起来了 然后呢 这个 普鲁 就是他们家的大女儿 南产死了 拉姆齐夫人也死了 安德鲁呢 被炸弹给炸死了 而且呢 说的这一句话 就是描述她 她死的这句话 特别的干净利落 所以就说她立即丧命 没有痛苦 哎呀 这个 我觉得这块的处理呢 也 挺好的 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就是 她当然写了一个 现实情况 就是说她死的时候 她没有痛苦 她想 因为这个安德鲁 也是一个 挺可爱的孩子 就是也非常有爱心的 在第一部分中 也有一些描述的 那么就让她 有一个 就是让她 斩断的比较快 说明她 她的人生也是 就是尽管她死了 她被 她被这个战争给吞没了 可是她也是 没有痛苦 她走的也 也 也比较 比较顺利吧 说白了 就没有那么多纠结 作为 活着的人来讲 你可能 想到的 因为这个人 你 她死了 对吧 她已经走了 这么长时间过去以后 作为她周围的朋友 或者他们家的朋友 在想起这件事的时候 你可能更愿意想说 她虽然走了 确实是非常惋惜 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但是呢 你可能更愿意 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说 因为她没有 受那么多的痛苦 她走的比较了断的 比较快 那么 对她来讲 其实也是一个 释然吧 就是活着的人 总是要 要move on 那么你move on的 这个 你能说服自己的 这些点和方式 那你要自己找 对吧 因为如果你要是 只一再的强调说 哎呀 他们 夫人也走了 这个 她儿子 她女儿都走了 怎样怎样 多么可惜 是 但是 她毕竟还是走了 人还是走了 可是你作为活的人 你move on的时候 你怎么能给你自己 心灵一个慰藉呢 那么 这个还是要 自己调整 要看你 看问题的角度 当然了 其实 其实说死亡呢 因为 有的人可能会 会觉得 我们这个 就是我的这个观点 可能会觉得 太情而易举了 你可能 你可能 这么年轻 你根本不懂死亡 那我自己是 没有经历过 但是 我也失去过情人 我也是 go through这些过程 那你 痛心疾首的时候 其实也是过 但是 你不可能 天天痛心疾首 因为 时间是 最好的 治愈的良药 因为 时间过了以后 它会把一切都冲淡的 人在这个 这个 宇宙空间里 你真的是 什么都不是 那么 人都不是了 那你的 你的体会 你对痛苦的 这个 这个 执着也好 这个 纠结也好 那更不值一提 所以这是我的 个人观点 所以我觉得 第二部分呢 它非常短 它呢 就是很多的描写呢 挺 挺sad的 但是它 语言上面 轻描淡写 但是真读起来的时候 让你读完了 有一种特别 空落落的感觉 比方说 像这一段 它说这个 麦克代伯太太 到他们家去 打扫房间 它打扫房间的时候呢 它采了一把花 它整理那个 房中之物 然后它说 人去楼空 整栋房子 一片荒凉 它像沙丘上的 一只贝壳 活的生命离去了 只灌进一些干燥的沙粒 通过他们的生活呀 这个来暗示 主人 虽然已经走了 但是呢 这个 他的家人又回来了 那么 这个 走的人 大家都在追忆他 都在想他的好 可是呢 因为 过去的这么 这个房间 这个 Talent House 没有变 可是人 照样还是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 就给这个度假屋 重新带来了 一种生气 它有一种复苏感 包括他这个 他这个用人 也是来 收拾他家的房间了 那么 他们心里 也是 有一些欢愉 那么从这个 尽管整个 这个第二部分 是一个空旷 死亡和寂静 占有主导地位的 这么一个段落吧 可是他还是小小的 给大家带来了 一线生机 因为在这个结尾的时候 他就说 这些人又回来了 而且呢 他描述呢 是 是以物来衬人 把这个时空转换啊 在这个抒情的过程中呢 就是让你看到 其实这个第二部分 人物非常的淡化 他突出的是什么呀 是一个流动性 时间的流动性 情感的流动性 整个宇宙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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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ating的状态 但是你在这里面 你看不到 人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 在里面 有很多的activity 其实他没有 他还是 主要是醒悟 在这个悟中 衬托的人 特别的渺小 空间巨大无比 空落空旷 所以这第二部分呢 他主要呢 就是一个流动 通过时空的流动 来写 人生无常 所以应了他这个 岁月流逝 或者叫做 时光寧间的这个 这个topic 第三部分呢 就是 叫灯塔 就说他们这个 朋友啊 还有他的 父亲 带着他们的孩子 重新回到了 这个度假里 重新回到了 往日美好的时光 然后这个灯塔呢 作为一个 一开始 詹姆斯他的念想 他从六岁 他第一次 想去灯塔的时候 那个时候六岁 可再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十六七岁了 但是他仍然 还想去灯塔 而到最后这个 这个 拉姆齐先生呢 陪着他的孩子 真正登上了 这个灯塔 所以就等于说是 把这个心愿了了 不仅是詹姆斯的心愿 这个灯塔实际上 是一种象征 是一种 非常非常 明显的象征 因为就是从 他跟第一 第一部分是窗 这窗是 是拉姆齐夫人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圣母 他从内心往外 来来展示 他的 他的爱也好 他的形象也好 他的感知也好 然后把他的家庭 融合在他 在他个人形象里面 那么 再到最后 这个灯塔 尽管是 拉姆齐夫人 已经走了 他的孩子也走了 时空也变了 战争 我们也经过了 灾难 我们也 也勾诉了 可是 人生 我们还在 move on 我们 还是要看到 美的一面 光明的一面 所以这个灯塔 在 当时 他写作的 这个时候 其实 还是有一种 就是 给人 以期待 以盼望 往高调走 所以我觉得 它是一个 精神上的光芒 这个灯塔 是非常非常 道德化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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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pt 就这么讲 最后这一段 这部分 写灯塔 就是主要是 有一部分描写 是 描写他爸 怎么坐在船上 跟儿子们 一起上灯塔 但是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通过 Lily 作画 因为这个Lily 这个Lily 也真的很有意思 她是一个 老厨女 身体也不够强健 那个 性格也比较 封闭 内敛 同时 她又是一个 长得也不漂亮 长得一个 中国人的 小眼睛的 那样的人 她也不是一个 爱说话的人 可是 她非常的 有主见 非常的独立 她就不明白 为什么 这个 拉姆齐夫人 老要穿和她 要给她 要让她结婚 因为 拉姆齐夫人 自己在婚姻中 体会了 作为女人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完美 一个 她可能作为 觉得自己 做了 妻子 有了孩子 她有了一个 完美的家庭 那么她的 她的人生 completed 所以她也希望 这个 Lily 作为一个 都三十几岁的人了 她也需要 一个家庭 所以 拉姆齐夫人 总是在 扑使她 你要结婚 你要怎样 可是 对她来讲 她是一个 非常 有主见 有个性的一个人 她就觉得 其实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没有孩子 我没有男人 我觉得我自己 过得很好 而且呢 我也 不是说是 不能养活自己 我有我自己的爱好 我喜欢画画 所以 她是一个 有独立人格的 一个形象 这个呢 其实 就是 就是 沃尔夫 沃尔夫 她自己的人格 也非常非常的完善 非常独立 你看她的那个照片 她若不禁风 有一副忧郁 那个 管欢的样子 但是 那只是她的一面 是她 外显的一面 但是实际上 她内心 她是非常 stubber的一个人 而且她是一个 怎么说呢 很强烈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她不是一个 就是性格冲突 对差 特别大的人的话 她也不会得 精神分裂症 在第三部分呢 这个 有一段话 是Lily 她画画的时候 她回忆 拉姆齐夫人 和这个 有拉姆齐夫人在的时候 那些美好的时光 写得特别特别的美 我想跟大家分享 那个坐在岩石下 写信的女人 把一切事物 由复杂 转化为简单 使那些愤怒 和狂躁的心绪 像碎片一样跌落 她把原本分散的东西 融合在一起 从那些愚昧和怨恨中 形成某种东西 比如这海滩上的一幕 这友谊和温情的一刻 她经过漫长的这么多年 依然清晰难忘 只要她稍稍重温一下 那个情景 坦斯利先生 就会在记忆中赫然浮现 海滩上一幕 像一件艺术品 让她永远刻骨铭心 就这段话 哎呀 真的写的就是特烫心 因为如果你要是 读进去以后 你就 你立马你就会想到 哎呀 这个拉姆齐这夫人 圣母又回来了 她圣母那个形象 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她是光芒四射 她的光芒 又是一个特别单纯 简单的光芒 因为她作为人来讲 她就是化繁琐 回归简单 把一个残局散沙的一个家 把它融合在一起 她不仅是把家庭融合在一起 她还能把这个周边的朋友 也都融合在一起 所以她非常有凝聚力 有亲和力 这个 这一段呢 我特别喜欢 大概 这篇文章吧 我想 能分析的人物吧 也就是 也就是这样了 要不然我先看看 大家有些什么问题 因为在我下面讲 讲下面之前 因为我刚刚看 哇 16个message 我先回答一些问题 然后再继续讲 相信她的文笔很失忆 顿武 对 门楼的东西没看过 OK 有矛盾就有写作的动力 OK 英文版 英文版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刚才那个 我推荐就是 我觉得这个到灯塔去 第一章特别好看 而且第一章的11部分和17部分 也挺有意思 值得读一读 非常的唯美 唯美没有烟火器 我觉得呢 也不能说她没有烟火器 她也有 但是呢 唯美胜过烟火器 那个时候 她自己还没有经历过死亡 她写这 不对 说错了 她写这部书的时候 她已经经历过死亡 她爸她妈都已经去世了 所以她写的时候 完全是一种追忆的状态 来 来这个 重述她的家庭 她在这 正是因为她追忆了 所以 她追忆的 她的那个投射 美好的东西 要胜过现实存在 这是我个人的那个这个看法 好 下面呢 我讲那个 进入下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呢 我想说说意识流 这个意识流呢 当然还是要从概念上先解释一下 因为意识流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这个美国的心理学家 Villian James提出来的 她说呢 个体的经验意识 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但是意识的内容 是不断变化 从未禁止的 意识流这个东西呢 现在咱们看 也没什么特殊的 但是作为当年那个时代 意识流呢 一出现的时候 比方向乌尔夫和乔伊斯他们 开始意识流的时候 尤其是最初的意识流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细腻 当然了这个 乌尔夫他的这个意识流呢 主要是以内心独白啊 自由联想 多视角叙述啊 时空蒙太奇啊 象征隐喻啊 用他们来跟这个现实生活 相互印证 把他自己在这个生活中的顿悟 和这个存在瞬间描写出来 尤其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存在瞬间这件事 存在瞬间 我觉得是 乌尔夫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特色吧 因为他可以把很多的moment 写的就是比方说 就他第一部分写这个拉姆齐夫人 就是夜深人静了拉姆齐夫人 来回到自己的那个小的 那个个人自我的那个圈子里的时候 他在想什么 他想到的 这个是整个时空的事情 想到孩子们怎样怎样的 他这块的意识流就是 非常的细地 但是呢就是 让你读的不那么累 因为他不是说是 只写他的意识 因为他在写的过程中 他除了描述 他的这个内心独白以外 他还有一些联想 而且呢有一些象征比喻啊什么 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感觉上 这个意识流呢就顺 特别的舒服 让你觉得读起来的时候 特别舒服 这个乌尔夫呢 他跟其他的现代派作家呢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啊 他的小说中的 他保留了这个叙述者 叙述者的这个形象 而且呢他把这个叙述者呢 看作无处不在 并具有这个渗透力在场 这个叙述者 在这个过程中 比方说像他这个 到东塔区这股树里头 其实你说 丽丽他就是一个叙述者 因为很多的部分 都是从丽丽的角度来描述 这个家庭怎样 拉姆齐夫人怎样 所以他的这个叙述方式呢 就是他把这个小说呀 分散叙述权威 他把这个作为人物的这个权威 他把它分散混搅了 就是把主客体混在一起 而且呢就是 总是在颠倒着 就是闪回吧 用闪回这个词比较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他有很多的多样性 和他的这个叙述声音 这样他的作品 读起来的时候呢 就没有那么单一吧 像杰姆斯 亨利·杰姆斯 他呀曾经在这个小说艺术中呢 有一段话 我觉得挺有趣 他主要是写意识用的 他就说 有一个关键的句子 以现代主义的形式 来描写内心世界 就是经验永无止境 同时 也永远达不到完善 它是一种漫无边际的灵敏装置 一种由最纤细的丝线 编织而成的巨大的蜘蛛网 悬挂在意识的空间里 捕捉落入其中的每一颗 随风飘荡的坠立 这个是亨利·杰姆斯写的 亨利·杰姆斯的书也非常美 他也挺唯美的 他这个写意识 他对意识流的描写 就是描述什么是意识流 这挺简单易懂的 当然了对于意识流 我觉得就是 因为这么多年 不单纯是作家把意识流 表现出来 同时有很多的像心理学家 神经学家 他们对意识也有很多的分析 我就摘了几段 就是我看到觉得有意思的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有一个心理学家 他叫Daniel 他叫Daniel Danit 他提出的是什么呢 他说人的自我不是别的 就是大脑中的叙事重心 他在1991年解释意识中 这本书 他说我们的故事都是编出来的 但是很大程度上 并不是我们创造这些故事 而是这些故事造就了我们 我们人类意识 以及我们叙事 自我都是这些故事的产物 而不是源头 他把这一看法称为 关于意识的多重草稿理论 这个呢听起来就像一个 文学评论的一个观点吧 还有一个神经学家 神经他叫神经生理学家 这个人叫安东尼奥 达玛西奥 他的作品呢叫做 笛卡尔的错误和感知当下 在这个两部作品里呢 他有一些观点 就是也是跟意识流有关系的 他说从神经学研究的角度来看 理性和激情认识和情感 之间的区分不可分割 心灵只有借助身体 才能产生意识 认知活动具有图示结构 而图示结构本身 源自身体经验 随着意识流在时间序列中 向前推进 出现在意识流之中的自我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随便感觉告诉我们 在我们持续存在的过程中 自我始终保持不变 这个算是用理论依据吧 就是来解释意识流 让大家能更多的理解 什么是意识流 乌尔夫的意识流呢 在这个 到灯塔剧这个作品里呢 他主要是 你看这个拉姆齐夫人 他牺牲自在自我的身份 换取了一个什么呀 换取了这个人物关系中的 多种身份 他这个多种身份呢 是带一种母性的 但是呢 他这种多种身份呢 掩盖了潜在的自我 他自我为中心的欲望 他就是用无所在 以求无所不在的双重叙事结构 来实现作为一个女性的叙述声音 从这个虚构向着权威 这个重心转移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从意识流的这个角度来讲呢 理解上来说 应该也不算太难吧 这个在这个作品里不算太难 他跟沃尔夫的意识流和乔伊斯呢 还不是太像 早期 乔伊斯早期的东西 跟他有一些像 但是当他写这个尤利西斯的时候呢 就完全不像了 因为沃尔夫对乔伊斯早期作品 还是非常认可 评价很高 可是他对这个 他对这个尤利西斯啊 评价非常非常糟糕 因为我觉得他 沃尔夫呢 他作为中上层的这个审美趣味呢 他不能 他就是不可能首肯 像乔伊斯在这个尤利西斯中 他有很多粗俗的语言 而且他对器官身体的描写啊 就是有的时候 让人觉得蛮恶心的 所以他 他对这个乔伊斯 他赞赏他早期作品的时候 他说乔伊斯是 善于捕捉瞬间的 这个现代作家的任务呢 就是捕捉存在的瞬间 这个是他一直一直倡导的 不管表面上多么不连贯不一致 每个景象或者事件 都在我们的意识中留下记忆 我们要做的就是追踪他 所以他这个 这个我觉得 乌尔夫和乔伊斯共同点都是在 他们都非常善于捕捉 这个存在的瞬间 写得很细腻 可是呢 一到了尤利西斯的时候呢 这个尤利西斯像 乔伊斯的意识流呢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史诗性的 因为尤利西斯这书白了 他这本书 他就是一个史诗性的书 他本身是跟史诗完全 章节对章节对等的 他又把它缩在一天里 完成所有的事情 所以乔伊斯在写这个 尤利西斯这部书的时候 他的那个思维和意识的状态 是完全是漫天无际 他没有一点拘束的 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乌尔夫是没有办法 跟乔伊斯比的 因为就像是乌尔夫 跟他一生其实他都不认可 或者说他不服他爸 就是因为他爸是一个太理性的人 而且他爸的那个智慧 我认为他自己肯定都 智慧不如达不到 可是尤利西斯在这部作品 他之所以美之所以好 让人服 我认为还是因为 他这个意识流的分散化 像一个宇宙一样的 撒在外面 他随时随刻的那个点 都彼此看似没有关联 但是实际上 当你每读一章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一个浅情节 情节这个线是没有断的 可是就是一个主线 在的情况下 他的分流和他的这个分化描写 是漫天无际的 他的那个想象的那个空间 和他的时空差异是落差太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 他接受不了 我认为这个 这个TS 埃略特呢 他对尤利西斯呢 有一个评价挺好的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呢 这个通过使用神话 而且不断的将当代场景和古代场景 进行类比 乔伊斯先生正在寻求一种 新的创作方式 这种方式 对构成当代历史的 琐碎混乱的大量事件 进行艺术处理 控制并安排 使其变得乔理清晰 并有一定的意义 这个埃略特他说 他说尤利西斯这部书 首先是琐碎 混乱的大量情节 可是他的总结就认为 这部书尽管这么混乱 这么琐碎 他还是调译很清晰 而且他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大部分的读者 都读不出这个意义 因为真的 你能把尤利西斯这本书 砍下来 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但是要读出意义 可能也就是网络上说的 只有三十几个人读懂过 这个尤利西斯 所以对他的评价呢 我觉得我们也只能是看看 看看而已 当然了就是 在你读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像 比方说像艾勒特这种 这种论述吧 当你知道了 你读的过程中 铁定会多多少少的 会有意识的 刻意的去按着他的点走 有的时候你看 情节张杰和张杰之间 联络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觉得 当你看到某一个张杰的时候 你会想到这个人物 我在某某的那个地方看到过 比方说像我以前讲 那个都柏林人的时候 因为都柏林人是在 是写先吗 是在这个尤利西斯之前写的吗 所以他在尤利西斯里面 他用了很多 都柏林人里的人物 把那些人物直播扩展 把它挑出来 重新放到尤利西斯里 然后把它更深刻化 但是你读的时候 你这个人物的形象一下 蹦出来了 你就会自然的跳回到 另外一个作品里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尤利西斯 他的高妙也在这儿吧 至少他的那个丰富性 真的不是一般作家 至少目前 我读过的书里的吧 我还没有觉得 其他的作家敢跟 尤利西斯拼的 真的是拼不过他 他这个人 他太复杂了 所以从意识流的角度讲 我觉得到灯塔去 还没有奥兰德丰富 奥兰德的内容 当然因为他是情节比较丰富 你想他写了四百年间的事情 同时在这四百年间 一个男人变成了女人 所以他这个切换也非常的快 而且他的色彩也非常的丰富 写的东西是太有趣了 所以作为意识流来讲 我认为奥兰德的意识流更强化 这个维塔 维塔就是他的这个闺蜜 是他这个奥兰德的原型 他的这个基因里 这个奥兰德的这个基因里 他是一个贵族基因 可是呢他又是一个乡下贵族 他有一种乡土气 这个呢就跟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他这个乡土气 就代表了他的纯洁性 因为他不是一个 试快味很足的一个人 他非常纯简单 又被女王喜欢 但是后来呢 他又融入了这个社会大环境 他到了印度啊 怎么怎么样的 因为那个这个故事情节 还挺有趣的 写的特别丰富 我记得那个万千读过 所以当时我们还聊过 而且呢他就是 从一个和平的维多利亚的时期 变成了一个这个王政复辟啊 然后社会动荡啊 人在这个大的变幻之中 你从一个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贵族 然后变成了一个 一个世俗中的一个人 所以有趣的东西还还蛮多的 这个电影也特别的好看 我也特别建议建议大家看 所以要想就是 更多的体会 吴尔夫的意识流的 他的妙 还是要以读这个奥兰德为主 好 我们下面呢 一部分呢 我想呢聊一聊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这个我估计大家也都听过 这个是荣格提出来的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之所以想说 这个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概念 是因为 吴尔夫这个人呢 他 他个人和他的作品 都一直 有一个双性概念 就是他的这个 两性的这个 在 在一个人物之中 他包括我 我个人认为 他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双性人 他的那个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情节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荣格呢 他提出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这个概念呢 是在他的这本书叫做 叫自我与自信 就是这一本 自我与自信 当然他写的这个基础呢 其实还是就是把弗洛伊德的那个 那个性观念把它推升了一步 但是我个人其实更倾向于荣格 我更喜欢荣格 是因为荣格提出了一个无意识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更有说服力吧 阿尼玛呢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呢 就是灵魂 荣格呢 他认为呢 男性总是倾向于在某个现实的女性那里 看到自己内在的阿尼玛投影 这是他指的这是一种内心投射 也就是说男性在寻找女性对象时 总会按照自己的阿尼玛的形象去寻找 他与母性的俄罗斯一致 这个俄罗斯呢 是这个希腊的一个人物 那个我估计Vivian肯定还会记得 是那个Eros 这个Eros他是什么 他是这个母性 非常女性的 我待会再解释 我先把这个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再先 先把他粗说一下 阿尼姆斯呢 当然就是相反的 就是女性心灵中的那个无疑是男性的人格 他跟那个父性的那个 这个希腊人物叫什么 Logus 他的词意是这个 代表了心智和精神 这个是荣格对他的解释 阿尼姆斯呢 与父性的这个 Logus一致呢 而阿尼玛与母性的Eros是一致的 女性女人的意识呢 更多的呈现了 与这个Logus的品质相关的 而不是识别力和认知力相关的Logus 所以听起来挺绕的 我不知道就是 你们会不会这么听着有点累 那我还是说那个中文吧 因为 我觉得希腊人物啊 希腊神话这人物 他都是什么什么人斯 特别难记 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记英文 记那个Logo 像比如说Eros 你就记得是一个女性 是一个女神 Logus呢 就是一个男性 一个父神 可能好像更容易记一点吧 就是对于男人来讲 拥有关系功能的Logus 常常不及 不对 Eros 常常不及Logus那么发达 对于女人来说呢 这个Eros 是他们真实本性的写照 他们的Logus 则成为可怜的附属品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这个两个概念呢 是有点意思 是讲的是一种心理投射 这个希腊神话中呢 俄罗斯是他的原始性爱的一个神 诗人赫西俄德 认为呢 俄罗斯是世界之初 创造了万物的基本动力 是爱欲和情欲的象征 而罗格斯呢 是希腊的哲学观念 他是哲学家赫拉克雷特 大家还记得赫拉克雷特 就是那个不会同时踏入同一个河流的那个赫拉克雷特 他认为这个罗格斯呢 是一种隐秘的智慧 是混乱的 不悟之下潜藏的理性秩序 知识和精神 那么荣格呢 把这个两个希腊神话的概念呢 和他提出 就是把他的这个无意识 把他这个无意识投射呢 一个是男性的 一个是女性的 就是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把他拿这个希腊神话的人物来误化 这样呢 可能对读者来讲呢 更容易理解吧 就是当你想到这个俄罗斯的时候呢 你想的是一个女神 是一个情欲的化身 那么他主要是感性的 那么当你想到这个罗格斯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理性之神 讲的就是精神概念啊 是逻辑 那么他肯定也是一个主动性的 powerful的 所以他不是被动的 只女性的那方面呢 当然就是比较被动的方式 所以呢 这个这个荣格的这俩概念呢 有趣的在哪呢 他说的这个有趣的是说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关系 在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上 都是充满敌意的 也就是说他是情绪化的 也是人类共有的 这种情绪反应会降低彼此的亲密程度 与本能基础更为接近 其间并没有任何个人因素 通常这种关系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人们自然而然就这么做了 事后也对其浑然不绝 那么这个 这个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这个投射 只不过他是未被发掘的 你是无意识的状态 你不知道 但是实际上你是被他牵引着 你的反应 你的行为 都是被这个投射所左右的 可是这两个投射 这个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又是非常有敌意的 这就造成了 这个男性和女性之间 有一个原则性的出发点的不一样 正是因为这个不一样 我们这个差异 所以造成了 男性和女性在彼此理解的时候 你很难看到对方的那一面 但是你想到的 总是单一的那一面 但是在一个婚姻中 每一个人都期待着 有一个完美的 这个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合一的一个完美的婚姻 但是这个荣格呢 他在自我以自信中呢 他说了一段话 我觉得也特别有趣 就是想跟你们念念 他说 让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人 他对自己的投射浑然无知 于是投射因素 便可以无拘无束的 找到一个目标和对象 如果存在对象的话 或者造成别的符合其动力特征的情形 我们知道 进行投射的不只是意识主体 而是无意识 所以只能说 某人遭遇了投射 并非制造出投射 投射的作用 是把主体 从环境中隔离上来 用幻象来替代 与环境的真实关系 投射把世界变为一个副本 这个副本 长着未知的面孔 最终 他们导致了一种 意淫或自闭的状态 让人憧憬某个 不可达置的幻象 接踵而来的 就是更坏的颓然感 也被投射解释为 环境之恶 隔离状态 更因此恶性循环 愈演愈烈 所以他结尾这段话 特别有趣 他就说 主体与环境 介入的投射越多 自我要想看破幻象 就越难 这一句话 深深的体现在乌尔夫身上 因为我就觉得他 他自己个人的这个 他就是文明程度太高了 文明程度太高了 你就 你的意识太强烈 所以呢 你就没有办法解这个套 你就很难看破 因为你文明程度高 你意识太强烈 你的幻象特别多 所以你就 特别远的远离了 你的那个无意识 你就很难 真正看清你自己 你到底是谁 或者是说你是什么 因为关于这一段话呢 我又在这个 自我与自信中呢 看到了一段 我认为特别有这个 罗基思辨特别强的一段话 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荣格他就说 他说 人无法了解自己 除非知道自己是什么 而非自己是谁 这句话很重要啊 他说除非知道自己是什么 而非自己是谁 知道自己依赖于什么 或自己是谁 并知道自己最终为什么 谁和什么之间的区别 有着重要的意义 谁是人称在此 设计自我 而什么 则是中性的 欲指客观对象 并没有人格存在 这就意味着 这不是主观上的心灵的自我意识 而是心灵本身 未知的 不带偏见的 上代研究的对象 对自我的认识 和对自性的认识之间的不同 最明显的呈现在谁和什么的区别之中 就是说他们本身 就是这个 他们的本性和活动 就是不可改变 而且不可逆转的 能纠正他们的 纠正这个 纠正这个两个概念的 唯有意识上的领悟 和道德上的决心 这就是为何自知 这么可怕 却是必要的 哎呀 这个当我读这段话的时候 我觉得 荣格把这个 这个自性啊 说得太透了 非常非常好 而实际上 如果把这两个概念 这个 这个 安妮玛和安妮姆斯 投在 乌尔夫身上来讲呢 首先我觉得 他自己作品里 包括就这个 到灯塔去 他的那个 安妮姆斯情节 把他父亲写的 简直是栩栩如生 其实很多东西 未必是他 故意要怎么 他未写而写 而是他心灵里 已经这个 这个安妮姆斯 已经是生成了 这个安妮玛 也非常非常的 强烈 在他心中 住了根 所以他 他个人来讲 他自己心里 我觉得他有一种 双性性 因为他的这个 这个双性同体啊 有很多 怎么说呢 他的行为也证实了 包括比方说 他跟那个 Vita 他跟Vita的 这个 这个 所谓的闺蜜 实际上 他已经超越了 一个闺蜜的程度 他就是一个 一个亲密 爱人 所以 所以 他们俩之间 是有很多 同性恋的 倾向的 包括 就是在这个 这个 奥兰多的作品里 我觉得 大家看着 也会 也会同意 我那个说法 因为 他的这个 男性和女性 完全都揉在 一个身体里 就是奥兰多的身体里 这个双性同体 他代表了这个 呃 乌尔夫啊 他对 他对 他自己的一个认识 其实 他也他 他在这个 写这个 一间自己的房间里 其实 他也提出了一个 男性化的女人 和女性化的男人 实际上 这就是 他的一个价值观 他认为 就是男女合体 才是完美的 才是一个 最唯美的 最至高的境界 也是他自己追求的 所以他多少人格 我觉得 他作为一个女性吧 他人格里头 有一些错位 这个错位 和他本身的 敏感的这个体质 呃 这个 这个不健康的身体 包括他的心智 他又读了那么多的书 这可能就是造成他 精神分裂 到最后自杀 多多少少 我认为 他也是一个原因 因为其实 这个双性同体 这件事 也不是他自己认可 只是他自己认可的 因为很多人都认可 包括像这个 呃 克勒律志 他也曾经说过 他说这个伟大的思想家 必须是双性同体的 因为只有双性同体的时候 你才会 站在两性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世界 而不是只看 只看一面 阴的一面 或者是阳的一面 这个乌尔夫呢 他自己就提出这男性 男性化的女人 和女性化的男人的时候呢 他就说这个 在性命之中 男女两性因素 必须有某种协调配合 只有这种配合了 你的创作才能完成 才能完美 而且这个男女两性的对立 对立的这个性别呢 必须结合成完美无缺的婚姻 其实就是你包括他看这个 你看他的这个写法 你就能认 他的出发点 他自己认可的东西 其实他追求的 他其实还是向往一个 两性合一的一个状态 他绝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他实际上是 他是觉得只有理性和感性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这才是至尊 才是至美 这才是他想要的 他追求的 而且他在这个 他在自己的父母身上看到过 同时他在他阅读的过程中 他自己的敏感体会 也包括他的那些 那些对其他作家的领悟 深深的 这个给他这个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双体 这个双性同体的 这个意念啊 给他隐憾死了 所以这个到最后 他自杀这件事 我认为也是 非常正常可以理解的 最后呢 就一部分就聊聊 想聊聊他自杀的原因 因为我记得前两天 郝伟说 聊聊为什么会自杀 这 吴尔夫他自杀呀 他是一个必然 他这个精神分裂症 发的也是好多次 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 你说他小的时候 13岁他就被性侵了 而且他在一个完美的家庭 一个高知的家庭里 他居然被他的哥哥性侵了 这件事说起来 不reasonable 听着也觉得 有点怪 所以我觉得 对于一个敏感的 情窦初开的少女 整天沉浸在 读书的幻想中中 然后他脑子里 他的感受 都是一切完美的东西 突然一下 他遭性侵了以后 他的世界整个就崩塌了 所以这个刺激 对他来说 是非常critical 另外呢 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呢 这个父权社会 当时这个父权社会 这个家中天使 才是正度 像他妈这样的人 是一个圣母玛利亚 在家照顾家庭 照顾孩子 然后把自己 放在丈夫后面 他就是一个supporter 他自己其实 女人 他不是一个主体 他只是一个 一个陪衬 在那样的环境里 他自己一个 很有天分的这么一个 一个年轻少女 他想追求知识 想跟他的那个兄弟一样 去进公立学校去上学 可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也被他一个这个 这个powerful的这个 比较暴君的爸爸 给给遏制住了 可是呢 他遏制归遏制 可是他爸呢 又在家教他数学 同时呢 又诡计他读书 他又看了那么多的书 他周围的环境 又是那么的好 给他有一个 很强的 这个怎么说呢 他有大量的滋养 他的空间吧 对他小的时候 这个文化 文化方面的滋养 是非常丰富 非常充足的 正是这种滋养 其实对他来讲 可能是一个负面 为什么呢